中華職棒今年道磊項目 也有兩位快腿小將參出 分別是中信兄弟王威成 和富邦漢將的李宗賢 兩人目前以八次道磊並列第一 除了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瞬間展現爆發力跑磊 也是比賽緊張的一部分 對此兩人各自提出 掌握道磊的要決 其實我覺得道磊其實滿難的 因為你要分析現在目前的戰況 然後還要看頭部的搭配 比較難跑或是老經驗的頭捕手的話 會比較難跑 一定不會說因為因此獎項而去跑 我們一定是會因為在場上 而需要適時機會要跑上前一個壘的時候 我們才會做出這樣的一些跑壘 給予我們的中信棒是有打點的機會 讓他們看到二壘就是眼睛睜大 就是要把我們送回來 同為快腿部隊的兩人 其實還有另一個共通點 都有台北市重慶國中出品 兩人回想起學生時代 一口同聲認為當時的棒球訓練 有助於速度養成 還偷露從大隊接力的棒次安排 就已經有跡可循 因為我們都是要跑去球場練球 所以那距離很長 那我想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兩個這麼會跑 都最後一棒 第一棒 第一棒通常都比較慢 因為後面都要跑比較快的 對啊 可是為什麼我都排第一棒 我就跟家人講 我說為什麼不是最後一棒 我覺得最後一棒比較帥 跑第一棒棒一下就沒了 Always擔任最後一棒的威臣表示驕傲 花賢則跑第一棒 只能看學長好帥 但相信跑過大隊跌裂的朋友都知道 不論第一還是最後一棒 速度都是班上數一數二的 期待兩人在中止能發揮兩性競爭 激發潛能 創造佳績 回來特別新聞 兩位汪美妍採訪報導 名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